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想讲讲在这个大时代里 我们如何不要只关注大时代精神中领袖素质的一面 我们如何也许不光是引领潮流 但是面对潮流的呼应 甘心做一分子的贡献 甘心做一个配角 也有无限幸福的可能性的故事 这是大概1995年的成都街头的灯光 不是北京 不是上海 中国一个普通的二线城市 我在那里生活 刚刚从一所工科院校毕业 男女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十 女生是占少数的 没有办法在专业的道路上进行发展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 刚刚还开始涌现的 每个城市的商业电台成了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明天有了一份小小的话筒 那 确实在1995年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门类值得并包括 是Grunch 我之前都不懂Kirk Kubin 他这个95年的时候 我向大家介绍了这个乐队 因为它有代表性 瞬间呢 我收到了在一个写信的年代 500封的手写的来信 又大概过了两个星期 我向社会做了一次调查 通过我自己电台节目说 你最喜欢聊个月的是什么 大概90% 如果不是100%的人回答说 我喜欢Nirvana 多么让人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 如果其实你有一个机会向社会传播的话 影响力能够带来的巨大巨大的成就感 使我觉得有一天 它还会再回来 变成我的Calling 我们来看下一幅图画 它的影响力无人能及 却是在2005年的那一天 Steve Jobs在Stanford的毕业典礼上 做的Stay Foolish Stay Hard Great Speech 如果他是一个神的话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 才会加冕的 我绝对不会在这里背诵他的名言 但是当时我在现场 那是我的毕业典礼 当时的实情是 就像几天前发生的轻的十年的晚会 那是一个奥运现场 在现场大概有4000名的本科 加上研究顺便的毕业生 和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亲朋好友 来自世界各地 现场大概有三个人之聚 在一个体育场里面 加州的太阳非常非常的耀眼 也很刺眼 那些放飞的理想的气球 可能是来自法学院的 来自设计学院的 来自工程学院的 我们商学院的同学站起来 到我空中撒了一大堆绿色的假钞票 然后兴兴地坐下来说 现在我们都明白 为什么大家这么不待见我们了 然而 这些东西只要你经历过 必然会存在 我只是四千分之一 所以我永远也不会一直到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 跟我提起那个经历的时候 我会一次又一次地认真起来 等我发现它其实真正埋了个种子 在我心里的时候 那也是后来的事情 我就不再否认了 在斯坦伯的主流 是大家分分都要去做创业 去改变世界 去做领袖 去做英雄人物 去改变世界 我逆流而上 来到了纽约 那个时候大家看看楼下是 Virgin Record 维京唱片店 典型的跟42届百老会非常交界的一个场景 好像你可以待在这里 我也觉得自己是 云云众生当中的一个 非常满意的一分子 而且 在我很多同学都只有Cubicle的时候 我用了一间办公室 十平方 我仍然可以向别人吹牛 我有多满意 因为从后面的街景你可以看到 我真的可以看到 42届百老会最热闹的喜悦 这是我的生活 我作为一个大公司 大企业里面 大潮流当中的一分子 也很开心 然而在纽约的生活 总是觉得自己是匆匆来去的过客 虽然它已经是属中国之外 让我最有故乡感的一个家 所以时不时的还是要回来 那大概是2007年前后 我开始来往两地 发现中国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要快 发现中国的菜变得更加的烤吃 地溝油带来了强烈的味觉刺激 虽然有污染在 虽然有这个新兴的屌丝文化在 但我觉得这种活力 这种躁动 甚至大城市里空气的肮脏 让我决定了这是我要在的地方 空气带干净的地方 我可能受不了 我决定我要在潮流之中 我要回来 我决定设计一个中国的方案 因为我在一个将近200岁的欧洲企业里面工作 以前很少有中国人的声音能被听到 那渐渐在我的两个月的奔波劳碌当中 我发现了中国市场许多有意义的新发现 特别是在数字媒体的领域 在服务消费的方式上面 我们其实的确是在改变着世界 大家想一想的是2007年 腾讯这六年又往前走了多远 在那时刻呢 我已经看到的这些 也深深地感到了 如果不在中国 不是中国人无法做这些 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欧洲背景的公司 将无法扮演主角 你只有在选到时代最强音的时候 让当地最棒的声音唱出来 因此我战战兢兢地在2011年11月17日 这天我都记得我的办公室 就在这些半盏灯我当中的一间 跟我当时的老板说 我希望能拿到一笔钱 我希望用这笔钱来支持中国的创新企业 让他们去做我们喜欢的方向 那他当时答应了我 我大概做了两个小时的presentation之后 他说好的 现在你的基金的融资已经完成了 他的成立日期 他写下是今天 那么他的70基金规模是一亿美金 从现在开始 你去投资吧 我问了他下面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太好了 那么谁来管理这支基金呢 我出去找人 他说这个当然是你自己来做了 我听了之后大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投资经验 他说你在这个大时代里是个中国人 有这样的热情 有这样的intiquity 你只要投到投资的大盘 我相信你就不会错过这个时代 要求及格 要求主流 要求顺势 一直是我对自己 我对我自己所在的组织 个人的要求 这三点如果做到的话 我觉得也已然不易 过去了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已经是将近四五年时间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亿美金 我们干些什么 OK 看看这些美日影响力 也许你在浏览新闻的时候 你在搜索购物的时候 你在参与同城活动 在听音乐 在看电影 在看小说 在分享兴趣的时候 在分享未来的Goth of Gold 对时尚转远的时候 都不可避免地跟我们发生了这样的关系 想想 每天你支持的企业 能够跟将近五千万的中国人 每天生活都必须发生连结 这种巨大的影响力 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五百封信 而且这种速度带来的刺激感 也让你觉得你只有在这里才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来看一看 假设我们设定达到一千万的独立访问用户 为一个目标基准的话 以前新浪用了五年到达那里 凤凰王只用了两个月 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构筑在 不同的生态系统上面 和不同的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上面 甚至是不同的基础设施的构架上面 今天中国在不同的起点上 同一模式 我们把中国和外国再相对来比一下 豆瓣这个怪物 这个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 媒体消费的发现群体 跟Facebook相比起来 它也用了相当相当短的时间 超越了这个流量 我们再谈谈创新和比较吧 两只非常新的公司 蘑菇街和Pinterest 都在少于两年的时间 到达了一千万级的用户 一千万是什么概念 一千万就是一个足够强的 引起别人注意力的声音了 好 我刚刚回到中国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投资理念 叫做C2C Copy to China 中国那个时候的名声一直是 哪怕在伪称自己最有创新精神的 这个互联网行业里面 抄袭是他们最大的第一单元罪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今天 这两家公司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 我们只能说世界在趋红 有创造力有热情 对生活有要求的年轻人 可能在同一时间的节点上 在美国和中国隔着辽阔的太平洋 同时想到了 要用图片进行社区分享 那我们来看看数字吧 我们只能透露到截止去年7月的时候 蘑菇街 我们不再贴其他各项优异的指标 它已经是在美国同时开始的公司Pinterest 两倍的使用人数 这当然不是这个公司伟大而已 也只说明今天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 更加的潮流 更加的hip 我们没有食人牙晦 我们一样的 在用最前瞻的生活方式 生活着 在比比Facebook和腾讯 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有一个概念 中国就是关于人口基数 就是关于眼球 就是关于流量 我讲的都是浅显的数字 只是大家以前没有把它放在一起看 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再是一个13亿人每人买一双袜子 我们就卖出了26亿件商品的世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支撑着世界上 最大的social media梦想的公司 Facebook 它的市值其实是低于腾讯的 这当然公平 因为如果你看一看 今天腾讯的收入是70亿美金 它的利润是20亿美金 而Facebook 反而是仍然在那个 在讲概念 在讲故事的虚幻的社交媒体 他们要完全通过广告来实现自己营收的道路 还很长 然而腾讯也许还没有在发明最新的原动力和科技 可是他们真的已经在发明 整个在虚拟世界销售的商业模式 如果说到在虚拟世界进行商业变现 中国一定是发明创新的原动力和币足 另外一个例子 让我们说明腾讯不是偶然 我们在看无惊人的量 那是去年的双十一 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哪天 有谁没有在网上花钱请举手 哇塞 你们真是古人 不愧是艺术家 然而在这间房间之外 其实有许多人参与了这个狂欢购物的狂潮 我们把它都翻译成美金 为的是有一个对照 好吗 这是一个凭空发明的毫无内涵 商业节日 为买而生 那我们来比比 其实这48亿美金一天的交易量 那么是远超于在美国的 Sieber Monday的三倍之上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美国一直是有在Siexgiving 感恩机这一天购物的传统 他们感恩机那天线上 其实也只卖出了10亿美金而已 我们用多短的时间到达这里 才不超过三年呀亲们 我们再看一看下面 104亿美金 现在就是Siexgiving Online Offline 全部加在一起的零售额 我相信淘宝今年 请关注 马总告别之后的一个时代 才刚刚开始 今年的11月11日 也许我们就会到达这个数字 我相信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然而这一切 只是跟马云有关系吗 不是 在座的和不在座的每一位亲 都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千千万万的卖家 小二旺旺都做出了很大的投入 这是一场全民的我们在消费升级 我们在参与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自己所投的背投企业 其中有一家 如果淘宝离开它的话 10%的交易将无法完成 这再度又让我有了500分来信的行为 我最大的快乐之意呢 就是我和我的团队呢 其实每天要见到许多新的主意 新的面孔 每年我们大概会review 超过1000个的高质量的商业计划书 这对我们来讲是个特别特别大的思想的盛业 脑力的学习 那么我们自己亲自会见到的创业团队呢 有超过300家 下一个数字 其中80%都是出生于80年代之后 当然 现在80后都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了 这个数字将不再那么有意义 我只是说 其实现在有这么多的创造力 其实在更年轻的群体里面 更得以彰显 而且成为主流的声音 好 我们来谈谈一个故事 我女儿可能一直在期待 故事到底在哪里 有这样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失恋33天 这个故事呢 也是开始于一个女孩的一段失恋心情 在豆瓣上进行疯狂的传播 到后来 它产生了 三亿五的跳坊 我们一定要在中国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准的艺术元校的殿堂上 谈一谈钱的问题 我想如果我可以解读艺术的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 艺术是分享唤起人类最大的共鸣 艺术是直指人心的力量 如果少年维特的烦恼不加以分享的话 不加以传播的话 它不是艺术 所以失恋33天是一个艺术 它整个的传播是一个行为艺术 而这个艺术最后能被贴上3.5亿的跳坊标签 这是对艺术的致敬 这是这个社会其实对创造力的一个致敬 正是因为我们讲了有这些前扑后继的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Ecosystem Building 对我要纠正我乱假在英文的这个坏毛病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我觉得因为多元 因为有人在不停的创造历史 才使这个舞台足够大 在一个足够大的舞台上 才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有做配角 以演一个大角色的机会 我更希望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盛世的开端 其实失恋33天的故事 最后在豆瓣上成练成了一个小组 一个兴趣小组 对这一类的爱情 对这一类的感伤 想知意 想问候 想回顾的小组 这只是50万分之一的一个小组 我想说 这样小而美的沉淀 有多好 我还希望 其实这个大的空间里面 能有无数多的这样的小故事 去上演 我们每个人都去努力的上演 你只需要回应大的时代的calling 我是想告诉大家说 这个大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我们已经身在其中 每个人只要记得 我们希望做一点事 像我一样 也许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企业里 做一份工作 你只想到我今天 可能比明天要做的稍微好一点 垫起脚尖 改变一厘米的不同 那么整个这个时代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亲们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做个配角 这是我今天送给大家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